这支影片我会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用Canva的AI进行文字生成语音 并且这个功能是可以让你免费使用的 这段语音是由Canva免费生成的 步骤很简单 只需要输入文字 选择语言 再选择你喜欢的语调就可以了 比如我是台湾女生 听得出我的口音吗 而且你还可以生成不同语言的声音哦 是不是非常神奇和方便呢 赶紧试试吧 You can also generate sound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Isn't it amazing and convenient? Try it now 想知道怎么做吗 这支影片就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你 How's Grayson 这频道就要翻关于一次频道运 流量变现 以及网络吹内容 我每周分享三部影片 需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Canva了 如果说你还没看完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开始免费的注册Canva 并且呢你也可以解锁30天Canva Pro的免费使用 能够解锁更多Canva的高级功能 那这边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文档 那比如说我可以创建一个影片的文档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影片规格 像横式的行动影片的都是可以的 那这边呢我就可以选择这个横式的影片规格 1980像素乘以1080像素 那现在呢我就进入到了影片的编辑界面里面了 那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创建文字 那有两种方式 在左边呢找到文字选项 然后呢选这个新增的文字方块 这样呢我们就创建了文字了 或者说一个更快速的方式呢 就是使用快捷键 那它呢也能够帮你去创建个文字 然后当你选了这个文字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些选项 你可以选这个魔法弯工具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选项 叫产生AI语音 那这边呢就开启了AI语音的功能了 首先呢你可以输入文字 那这边呢我就输入文字了 然后呢在底下你可以选择语音 CAMMA呢会根据你使用的语言界面来判断出 你是比较喜欢使用哪种语言的 那这边呢就直接推荐给我去使用台湾中文了 那这边呢是会有非常多的语言来供你选择的 比如说我搜索中文 那这边呢就会出现中文 以及呢带有台湾口音的中文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不同之处 那比如说呢我选择中文 这边呢会有两个声音 可以来播放一下 这段语音是由CAMMA免费生成的 那它的声音呢是有这样子的 也可以来听一下这个女性的声音 这段语音是由CAMMA免费生成的 那它的声音呢就是这样子的 也可以切换成台湾中文去看一下 那这边呢就会产生四种声音了 那你要注意一下 有的声音呢 它在右下角会有一个环冠的标志 这就代表呢这是付费版本的声音 也就是你需要升级到CAMMA Pro 才能够使用的 那这两个声音呢 它的右下角都是有环冠标志的 所以呢就代表 这是需要你升级到CAMMA Pro的账户 才能够使用的 那这两个声音呢 它的右下角是没有环冠标志的 所以呢你是能够去免费使用的 可以听一下它的声音 这段语音是由CAMMA免费生成的 那它的声音呢就会带有一点台湾的口音了 也可以听一下这个男生的声音 这段语音是由CAMMA免费生成的 那当你选择声音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产生AI语音了 那这边呢你可以看到非常快速的 CAMMA的AI呢就帮助就生成了一段语音的音频了 那如果说你想使用其他的语言也是可以的 在这个下落菜单里面呢是有非常多的语言给你选择的 如果你是粤语的频道你可以搜索粤语 这边呢就会有香港粤语 然后呢也会提供四种声音 这两种声音呢就是需要你升级到CAMMA才能够使用的 比如说我选这个声音来听一下 这段语音是由CAMMA免费生成的 再来听一下这个女生的声音 这样呢你就能够去透过免费的方式呢 去帮助你去生成音频了 那我们如何能够去使用这个功能呢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不露脸的频道 你制作的影片呢都是不需要露脸的 你就可以非常好的去使用这个功能 你可以删除掉这个文字 然后在这边去加入你想要展示的素材就可以了 你可以选这个擅长 这边选擅长档就擅长你自己的影片素材 或者说你选择CAMMA里面的素材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来到影片选项 在这边呢你输入关键词 比如说我搜索书画的影片 那这边呢就展示过非常多的影片结果 如果你发现右下角会有环关的标志 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新的CAMMA才能够使用的 那比如说这个素材呢 它是可以让你免费使用的 现在呢我就加入了这段素材 可以右击 然后呢将影片视为背景 那影片呢就会放到最大了 然后呢调整影片出现的时间 这样呢就会刚才的音频配上了影片了 那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如果说你也不想露脸 但是呢你想让你影片里面有一个书画的人物 比如说书画的卡通人物 那也是可以使用免费的方式去做到这种效果的 那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来到元素里面 然后呢搜索元素 我们可以搜索talking 就是说话的图像 然后呢在图像这边选择查看全部 这边呢再选择过滤器 然后呢动画这边选择动画 这样呢就会筛选出所有动画的元素了 比如说这个就是说话的动画元素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在说话的 然后呢你就能够去配上你的语音文档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发现在看码里面 它给你的这些选项呢不是特别多 你想要去找到更多的选项的话 我推荐大家另外一种方式 你需要搜索Adobe animate 有voice 然后呢找到这个链接 这个呢是Adobe的一个免费的功能 进入到这个网站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start now 在这边呢就会提供给你更多卡通人物 你是可以选择的 比如说我选了这个卡通人物 然后这边呢你是可以选择不同的种类的 有动物的有人物的这些呢都是能够乱去选择的 然后呢你可以更改它的背景 比如说现在我的背景是这样子的 我也可以把它变成透明的背景 或者是加上一些颜色 比如说黑色的背景 或者是呢你想要变成绿色的背景 这样呢能够更好去除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选了这边 它提供给你的预设背景 比如说这个背景 这个背景呢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你可以调整它尺寸 比如说现在的尺寸呢它是Instagram 1比1的格式 那如果说你是想要做YouTube影片的 那呢就是16比9的 就可以看到呢就变成了16比9横屏的格式了 接着呢我们需要去点击这个browse 就是呢能够让你去上传语音的文档 我们可以把在开码里面创建出来的AI语音文档 去上传到这一面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record 如果说你想去自己配音也是可以的 那这边呢就在上传我的语音文档了 那现在呢它就制作好了 可以在这边呢去预览一下 你可以看到非常的自然 然后呢就可以选择download了 那我想告诉大家另外一种开启AI语音的方式 那就是呢你可以来到语言树这边 然后呢找到音讯 这边呢选择查看全部 你就可以看到这配音 然后呢产生AI语音 这里呢也是呢我去开启AI语音的功能的 那这边需要提醒一下 如果说你是使用Canva的这个文件文档 或者是白板文档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去使用Canva的这个AI语音的功能的 除了这两个文档之外呢 其他的这些文档类型 你都是能够去开启AI语音的功能的 那这个功能它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只要你不使用收费的声音 那么你就可以去免费下载免费的语音文档 关于输入文字的字数上限呢 你每一个云文档能够输入的字数 它的上限是1000个字 如果你还没有Canva账户 你可以透过影片下方连结 去开始免费的注册 并且你也可以解锁Canva Pro的30天免费使用 就能够体验更多Canva的高级功能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Canva教程 你可以看这播放列表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的帮助 像这部影片订阅 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追踪我的IG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